另外再带您来看到的是针对矿石税议题 现场徐珍未重申 矿石税是合法税收 又是获得中央各部会通过 并赋予花莲县在地地方的自治条例中 定定的自有裁员 那么地方政府在开源节流上的努力 以及增加税收 并用于所有花莲乡亲 包含了社福建设等方面 是为民福利的 也是为建设永续发展 在花莲县政府每个月的升级定义当中 针对县民关心的矿石税议题 现在许多重申 矿石税是合法税收 又是获得中央各部会通过 并赋予花莲县在地方自治条例中 定定的自有裁员 地方政府在开源节流上的努力 以及增加税收 并用于所有花莲乡亲 正位还是要重申 矿石税是一个合法的税收 地方政府的裁员 我们开源节流 一个合法 尤其是在中央各部会 都通过 而且都赋予花莲县政府 在地方 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 我们来定定我们自由的裁员 增加税收 用于所有的花莲乡亲 以及会用于所有的 社福建设所有的地方 我想这就是一个为民心力 也为我们的建设来永续 所以再一次跟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 花莲县政府的团队 财政部的强调 第一个我们不受地方税法通责 百分之三十的限定 所以再一次跟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 再一次跟大家报告 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我们在开源节流 不断的努力 勘勤我们自己 宪府以及乡亲的荷包 这是我们该做的 全心 洁心 尽力 为地方来服务 我想在每一个工作班会上 我们每一个人 扎扎实实的做好 每一天的工作 今日是 今日必 我想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天我们都做好 我们自己 个人人生最好 最好的工作 以及发挥自己人生的价值 竭心尽力 在自己的工作班会上 回到家 我想 我想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充满中国 而且非常非常的脚踏实力 花莲县政府表示 2016年通过的 矿十岁知识条例 并非前县长副昆启一等决定 自有花莲县议会第18届 议员共识一解科增 标准为美工顿 70块 宣服与议会完全依据 地方自治条例精神办理 并经花莲县议会 完成三读立法程序 同时也强调 亚尼从2016年起 共缴纳35亿1757万元 皆按时缴纳税款 也未提出行政救济 更公开表示 支持与维护花莲开征 矿石景观税 而地方政府裁员有限 矿石景观税 也加会花莲县全县任命的福祉 接着也订阅黄色味道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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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